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这位即将退役的老兵的深深敬意 仿佛实在向这位致勇双全的老战士致以最高的敬礼 回想起过去 英式导弹部队曾在绿岛进行了十四部署 他们如闪电般迅速 专门负责守护台东地区的中低空领域 这支部队不仅巩固了台湾的防空网络 还在早期预警系统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自1960年代起 英式防空导弹系统就来到了台湾 根据老兵们的计算 他已经默默守护这片土地超过半个世纪 在这期间 他经历了四次技术升级和装备提升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技的进步 他逐渐显得力不从心 台湾军方也认识到 即便经过无数次升级 英式导弹系统也难以跟上现代防空作战的步伐 在服役期间 英式导弹系统虽然荣誉满满 但也带来了不少问题 例如 陈旧导弹的储存和运作存在安全隐患 而且随着生产线的关闭 零配件逐渐成为稀缺品 因此 在综合考虑后 军方决定让这位充满荣耀的老兵退役 台湾科技研究院被赋予了重任 负责销毁过期的导弹 其中包括成功销毁的21枚英式导弹 在俄乌战争的背景下 美国选择收回这些英式导弹 因此 台湾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 新增了6处飞弹基地 今天 我将为大家详细解析这些天空导弹的版本 以及它们在哪些重要地区进行了部署 在充分权衡后 台湾军方果断决定进行全面换装 采用由台湾科技研究院提供的自产系统取而代之 这一举措不仅在经济上更加划算 而且在性能上也有显著提升 相比英式导弹 这款美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研制的产品 其作战半径仅有40公里 速度也只有2 四马赫 无法与当下高速飞行的敌对导弹相抗衡 而天空三型防空导弹则以200公里的作战半径 和七马赫的飞行速度成为了更加坚实的防盾 在台湾提升海空作战力的大背景下 天空三型成为了防空导弹的中间力量 为了提升对台湾海峡上空的防空能力 台湾还特别启用了六处防空导弹阵地 包括台北中枢周边地区 据悉 相关的工程正在进行之中 在此之前 台北的防空主要依赖爱国者二型与三型导弹 然而 这些导弹的部署 主要是针对反导任务或特定空域的反飞机任务 导致台湾西北部空房并不紧密 为了弥补这一缺陷 台湾空军防空与导弹指挥部 已经做出决定 重新整舰和部署天空三型防空导弹 这六个新舰的导弹阵地不仅在过去曾有美军使用过 现在也被战略性地部署在苗栗西湖 桃园龟山 桃园山 较伊兰 苏澳炮台山 花莲美文山及台东之本等关键位置 根据情报 台湾拥有数个防空导弹阵地 这些阵地曾一度关闭 但如今他们遵循着平东战略 即在平时保持关闭状态 以便在冲突时能够迅速启用 辽宁西湖与桃园龟山基地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他们曾是美军胜利女神导弹的驻房地 见证了冷战时期的历史痕迹 如今 这些基地正经历着转型 准备成为容纳台湾自豪的天宫三型导弹的新型射控和弹药储存设施 其他四个导弹阵地也曾在不同时期部署过英式等防空导弹 留下了丰富的军事遗产 桃园龟山营区 作为美国在台湾的三大胜利女神导弹营区之一 其地理位置 毗邻领口台地 曾是备受瞩目的战略要地 然而 随着台湾逐步更换为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 此地一度被规划为新系统的集结点 然而 由于其位置位于台北松山机场的飞行途径之下 过于显眼 容易成为攻击目标 因此考虑到防御安全的需要 该阵地长期处于关闭状态 如今 在台湾空军的战略规划中 天宫三型导弹将光荣地驻扎在桃园龟山与苗栗西湖等地 这不仅将有效填补台湾西北部长期存在的 对台湾海峡空域的防空缺口 还能执行反飞机任务 并在必要时与最新型的爱国者三型导弹 协同执行反导弹任务 而在东部 南部 天宫三型导弹 则以一般营区的机动战备形态执行任务 这款导弹系统分散部署于北部 中部 南部 东部 以及离岛地区 为台湾的空中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 天宫系列导弹是由台湾科技研究院 自主研发的远程防空导弹 1990年代 为了弥补台湾在弹道导弹防护方面的不足 台湾启动了天宫计划 面对威胁 台湾在1996年核定了巨额预算 投入39亿新台币 用于发展基础反弹道导弹技术 这一项目的进展非常迅速 即用了几年的时间便取得了重大突破 1999年在记者招待会上 负责研发防空导弹的天空计划使人员透露 天空导弹系统的研发工作已接近尾声 其性能可与当时先进的美智爱国者三型防空导弹相媲美 同时 他们预告了长远预警雷达的研发 也将在2006年之前完成 而导弹系统的首次试射和相关测试在2001年圆满结束 标志着天空计划正式进入了工程发展的新阶段 此后台湾科技研究院继续对天空系列导弹进行改进和升级 其中天空三型导弹被设计为反战术弹道导弹 承担着阻挡来袭导弹的重任 为了发展这款导弹 台湾从2000年到2007年 投入了高达190亿新台币的研发资金 最终天空三星 雄风三星 雄二一型导弹被统合命名为台湾新三代防空导弹系统 台湾科技研究院以此计划为指引 对整个系统的配置进行了确认 并对多个子系统的性能进行了优化 为后续的量产打下了坚实基础 然而在研发过程中 科研人员面临了不小的挑战 他们发现天空一型和二型所依赖的 长白相控阵雷达过于庞大笨重 难以满足反弹道导弹系统的需求 因此台湾科技研究院着手研发了更为先进的雷达系统 最初推出的长山相控阵雷达探测距离超过千公里 但考虑到固定阵地在现代战争中的脆弱性 最终采用了类似美制爱国者导弹系统的 机动相控阵雷达车NMPT-65 这种雷达虽然功率和天线面积有所减小 探测距离缩减至400公里水平 搜索角度也从长白雷达的120度降为90度 但它为台湾的防空能力带来了更高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经过长达16年的不限努力 持续测试和精心评估 台湾的天宫三型防空系统终于达到了先进的技术水平 从1996年的早期研发级确认阶段开始 关键技术如寻标记 相控阵雷达以及导引设备等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同时对整个武器系统的可行性进行了详尽的评估 进入2001年至2009年的工程发展阶段 这是项目成功的关键时期 完成了天宫三型武器系统的构型确认 性能优化 并对产量和质量进行了大幅提升 地面试验与改善并行 天宫三型针对其性能和潜在缺陷进行了针对性的改进 此外 该阶段还承担了重要的测试与评估任务 具体来说 2001年 天宫三星完成了首次发射试验 而到了2007年 则成功完成了首次拦截测试 从2009年开始 军队主导的作战评估全面启动 旨在全面衡量武器系统的性能 效益与适应性 在各项测试中 天宫三星展现出了卓越的射击能力 无论是单次发射 还是连续射击的连波射击 都能有效拦截各类目标 包括吸入式目标和战术弹道导弹 2011年作战测试的成功完成 进一步凸显了 该系统能同时对抗多目标的卓越能力 为了进一步提升天宫三星的性能 台湾在2008年 沈亿并拨出了62亿新台币的经费 这一项目被称为强攻项目 到了2011年 天宫三星项目的研发经费 已累计高达300亿新台币 据官方资料披露 天宫三星防空系统 具备最高7马赫的飞行速度 和高达50G的机动能力 其最大射程甚至可以达到200公里 该系统能够有效拦截 包括固定翼飞机 直升机 绝航导弹 反辐射导弹 弹道导弹 以及无人机在内的多种目标 甚至具备拦截隐身战斗机 等难缠目标的能力 2014年 台湾宣布将天宫三星防空系统 投入量产 并命名为陆基型防空导弹系统 预算高达748亿新台币 计划从2015年至2024年间 生产12套天宫三星防空导弹系统 这一价格仅为美智爱国者 三星的六分之一 而维修成本更是仅为其十分之一 在量产型天宫三星的性能上 射高可达4万5千米 每个系统能同时追踪150个目标 并且可以同时与24个目标进行交战 其性能远超以往使用的英式导弹系统 随着军方对导弹需求的增长 台湾科技研究院还在2018年 启动了多个导弹的量产工厂建设 使得天宫三星防空导弹的年产量 能从每年48枚提升至96枚 天宫三星防空系统构成丰富 不仅包含导弹和发射箱 更集成了先进的相控阵雷达 战术中心 电源车 通信中继 以及发射架等多组件 这使得它能够同时对抗 来自不同方向的多个目标 并能独立执行上级指令 增强了战场存活率 而且这套武器系统的机动性极高 可以通过无线通信进行分散部署 从而提升了部署的灵活性和防御区域的广泛性 其中的相控阵雷达不仅具备强大的反导弹能力 还能侦测小型目标 并兼具目标辨识 敌我识别以及电子反制的高级功能 确保了台湾防空系统的全面性和领先性 天宫三星防空导弹系统 在军事技术领域无疑是一个显著的卑月 它采用了单节高能高燃速固态火箭推进器 为导弹提供了闪电般的速度和迅速的加速度 从根本上提升了防空拦戒能力 这款导弹凭借惊人的7马赫飞行速度 能够轻松应对高速移动的目标 在中途导引阶段 它通过雷达上列信息 校正高性能惯性导航系统 保证了导弹轨迹的准确性 而在中端导引阶段 则采用毫米波寻标器直线高精度目标定位 确保攻击准确无误 一旦进入隐形模式 其选项性弹头将释放高能破片 对来袭目标造成毁灭性打击 值得一提的是 相较于早机型号采用的四连装倾斜发射器 需要在发射前进行旋转调整方位的繁锁操作 天弓三行采用了四连装锤锯发射器 使导弹在升空后能够自主调整方位 大大缩短了发射准备时间 提高了拦截效率和战斗的连贯性 为了满足海军的战略需求 台湾科技研究院积极推进海空三行的研发工作 在2017年的陆上测试中 海空三行展示了 其在垂直发射系统方面的创新成果 完成了全系统导控测试和实弹测试 达到了预定的测试目标 一旦与新一代战舰形成搭载整合 海空三行将成为未来海军舰载 防空火力的坚强后盾 虽然海空三行在尺寸和外观上 与天空三行相似 但其导弹针对舰载需求进行了改进 如尾翼设计为可折叠式 以适应新一代战舰紧凑的空间布局 此外 导弹的运作需要与先进的 3D雷达协同作战 以实现精确锁定 稳健追踪及有效攻击 为解决舰艇缺乏垂直发射系统的短板问题 台湾从美国购入了41克瓦查垂直发射系统 并于2019年安装在相关基地和登陆舰上 这一系统的引入 意味着导弹能够从垂直架构的发射管中直接发射 免去额外装载动作 同时具备快速连射能力和临时差角度变换功能 以应对饱和攻击威胁 此前 台湾在垂直发射冷却技术方面面临诸多挑战 但长期以来的研发投入和外购方案的考虑 使得他们最终填补了这一战力空缺 根据最新获取的资讯 法国在2006年 悄然派遣了三名代表团成员至台湾 意在探讨潜在的军售协议 值得注意的是 这次对话并非法国主动推销 Aster型防空导弹 而是台湾方面先表达了不购买的意愿 然而 鉴于F型导弹的高度敏感性 法国当局原本就不愿将其出售给台湾 因此提出了高达1000亿的天价预算 意图迫使台湾放弃采购 然而 出乎法国意料的是 台湾并未被高价下退 反而坚持要完成采购 这并非台湾盲目投入 而是台湾科技研究院 在面临垂直发射技术瓶颈时的无奈之举 希望通过购买 获得技术突破 尽管如此 这一购买Aster导弹的军购计划 最终仍未能成行 经过多年的努力 台湾终于成功从美国 购得41克瓦查垂直发射系统 2020年 在九棚基地外海 搭载NPA-41系统的海空三型导弹 成功进行了首次飞行导控测试 标志着防空导弹测试进入新阶段 若能将此垂直发射系统整合至下一代战舰 将极大的增强海上舰队应对宝核攻击的能力 与此同时 台湾并未停止对天宫三型性能的提升 2020年下半年 在平空九棚基地 台湾对天宫三增程型导弹 进行了一系列密集测试 旨在验证其高空拦截性能 是否满足作战需求 测试结果显示 所有性能指标均达到预期目标 天宫三型增程型防空系统即将投入量产 并作为海空战力提升计划 采购特别预算的一部分 其部分性能指标甚至超越了美制爱国者三型标准 预示着它将成为台湾防空部队未来的主力装备 台湾科技研究院在研发天宫三型增程型过程中 更是提出了挑战更高层防御系统的目标 他们计划将最新研发的雷达系统 与乐山长城预警雷达相结合 以提升对高空目标的拦截能力 并增强导弹系统的整体精准度 这种努力旨在加强台湾的反弹道能力和区域防御实力 这些研发努力不仅体现了台湾对现代防空系统的深刻洞察 也彰显了其对于提升防御能力的坚定承诺 据业界最新消息 天宫三增程型正经历一场重大的设计革新 计划从单阶结构转型为两阶式分离弹体 这一变革旨在显著提升其作战射程和飞行高度 使其主要拦截目标锁定在飞跃大气层边缘的弹道导弹 从而赋予天宫三增程型类似台湾版萨德系统的强大防卫能力 然而如此大幅度的设计调整及其实施时间紧迫 无疑将带来诸多技术挑战 为应对这些挑战台湾科技研究院可能借鉴美国标准三型导弹的设计精髓 为天宫三型导弹尾部增加火箭助推端 这一设计创新将使得导弹在飞行一定距离后 火箭助推端自动分离 进而点燃导弹本体的发动机 从而大幅拓展其射程和飞行高度 为了进一步强化台湾的防航空及反弹道导弹能力 台湾还额外采购了爱国者三型增程型MSC导弹 回顾2007年至2021年的军事支出 台湾投入高达1791亿新台币的预算 用于提升爱国者二型的性能 并采购爱国者三型导弹 这一计划已在2017年顺利完成装备交付 并成功节省了约200亿新台币的预算 这些节省下来的预算 预计将被用于进一步采购爱国者导弹 助力台湾防空力量迈向世界先进水平 目前在防空导弹部署密度上 台湾已位居世界前列 台湾自主研发的天空系列防空导弹 涵盖空对空 陆机 海机极短程等各类型号 总数已超过6000枚 此外 台湾空军拥有300多架各型战斗机 其中步伐经过汉翔升级改造的F-16战斗机 这些战机装载的空空导弹总量同样令人瞩目 包括M120C5和M120C7型先进中程空空导弹 天界二型中程空空导弹 云母中程空空导弹和魔法短程空空导弹等 随着6个新的防空导弹基地的投入使用 台湾的防空实力将得到进一步巩固 然而 目前台湾仍面临一个关键挑战 即缺乏一个整合监控和火控系统 这一系统类似于诺斯洛普的整合防空 即导弹防御作战指挥系统能够整合多架飞机 和地面防空系统提供的数据 使指挥官能够在比传统爱国者系统 更广泛的区域内与空中目标交战 为此 台湾的F-16战斗机也可能进行传感器升级 以接入类似的网络体系 即便暂时无法实现全空中整合 将台湾的防空系统联网 也将大幅提升其覆盖范围和作战效能 这些空中 陆上和海上三位一体的协同防卫架构 将成为台湾维护安全的坚固屏障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对于这些信息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本视频的内容 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环宇哥 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